戴着口罩快步走进罚警室 国民党立委郑天才涉嫌收贿 27号上午被检调带回讯问 晚间10点复讯后 认为郑天才涉嫌违反贪污制罪条例 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而被检一早更是缤纷五路搜索 检调人员三间其口不愿透露案情 从郑天才国会办公室带走一箱箱文件 还有电脑主机等证物 因为郑天才涉嫌不法收贿金额高达数百万 郑天才的办公室前执行长张腾龙 因为担任白手套协助云林绿电业者行贿 涉贪后去年遭积压 当时郑天才还坚称不知情 不过检掉查扣证物后发现 郑天才在2020年到2023年间 涉嫌收贿数百万贿款 让业者挂名办公室特助 遇到问题时就协助业者施压 对我们来讲会觉得有点震惊 基于他的司法办案 那么该搜索就搜索 该办就办 那么但是呢绝对不要罗知罪名 然后政治办案就好 面对司法的调查 民进党的态度始终如一 不会双标 那就是尊重司法 也希望误网误纵 国民党则发声明表示依法侦办 只是从民进党林仪锦 再到国民党政天才 接连被检掉搜索 立愿收贿期间相当不平静 三天学文 黄云凡游泊台被参谋到